傲慢绝非属于爱情的品质 但这并不就是说 一个傲慢的人绝不可能获得爱情 毕竟当一个人真心爱上对方时 爱情总能轻易击溃他身上的所有傲慢 如果他依然在傲慢 那正说明他还没有与爱情遭逢 当然 他也许会一生都未能与爱情遭逢 但这只能证明他一生都在不可理喻的傲慢 达西第一次见到伊丽莎白 就肆无忌惮地流露出了自己的傲慢 这傲慢使得他在热闹的舞会上 一直落落寡河 尽管自己的好友宾格莱 有意让他去邀请此时正在一旁 坐冷板凳的伊丽莎白跳上一曲 达西却嫌他不够漂亮 断然拒绝 而且在说出自己的这一意见时 达西竟一点也不顾忌身后的伊丽莎白 是否会听到 显然 达西没有对伊丽莎白一见钟情 所以才会如此随心所欲地 照样施展着自己的傲慢 不过 达西的傲慢 也根本不可能会将伊丽莎白怎样 因为她同样从一开始就没对前者产生什么好印象 虽然她听见了达西的那番无理之言 却也只是一笑了之 始终不曾往心里去 谁会稀罕这样一个傲慢家伙的青睐 伊丽莎白即使嘴上不说 心里也一定会是这么想 然而令伊丽莎白意想不到的是 不久 达西竟然已经开始在为自己的傲慢 烦恼不堪了 原因很简单 她不可思议地爱上了那个 她实在不想爱上的伊丽莎白 固执的傲慢继续维持着她清醒的头脑 她继续觉得对方的脸蛋算不上出色 甚而又发现了她的身材也缺乏足够的魅力 还有风度也远远达不到上流社会的要求 但是身不由己的爱情可不管这些 她让达西看到 那算不上出色的脸蛋上 明明透露着某种出众的聪颖气质 那缺乏魅力的身材 也有着无人可以媲美的轻盈灵活 那远远达不到上流社会要求的风度 却因着自然朴素的大方个性 别有一番楚楚动人的情致 达西的傲慢 无论怎样也奈何不了她的爱情 相反 她那恼人的爱情倒是在处处戏弄着 她的傲慢 当她开始注意偷听伊丽莎白同他人的谈话时 我相信她难免不是怀着一些气急败坏的心情的 爱上伊丽莎白 的确是一件让达西感到尴尬的事情 不过达西可没有因为这种尴尬 便与爱情较上了劲儿 事实是 她很快就沉浮了自己对于伊丽莎白的爱情 此种情形表明 达西是明智的 她的傲慢 一点没有让她变得愚蠢 试想 倘若一味傲慢下去 她便只好与伊丽莎白擦肩而过了 这样的傲慢 除了制造遗憾 以及维护某种虚荣之外 简直一无可取 如此说来 达西的傲慢似乎并不那么令人讨厌 但问题是 伊丽莎白不可能这么理解达西的傲慢 因此在又一次舞会上 当威廉爵士突然试图使两人成为舞伴时 毫无心理准备的达西仅仅是十分惊诧 而没有任何怠慢之意 可伊丽莎白却拒绝地斩钉截天 即便是达西这时难得的亲自开口 请她赏光 且尽量显得彬彬有礼 伊丽莎白也仍旧不为所动 威廉爵士接下来的徒劳劝说 只能更是弄得达西脸上无光 可是丢尽颜面的达西并不为此生气 伊丽莎白这种泼辣的率真性情 挑起的只是她越发浓厚的兴趣 伊丽莎白也的确觉察到了达西对自己的关注 可她以为那完全是由于自己让她看起来太不顺眼的缘故 她绝不会去想象在达西和她之间竟会存有什么好感之类的东西 这次是达西主动上前邀请伊丽莎白跳舞了 她的傲慢似乎早被她望到天涯海角去了 但伊丽莎白仍对她的傲慢耿耿于怀 她直言不讳地对她说 如果她接受了她的邀请 想必她会因此更加轻视她 所以她压根就不可能接受她的邀请 面对伊丽莎白的又一次无情拒绝 达西倒显得相当温和 不过这可不是她故作风度 以挽救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 她是真的喜欢对方 其次她觉得自己爱她还未爱到无法自拔的地步 故而她施加给她的难堪 并不能对她构成什么太大的伤害 她对于伊丽莎白的接近只是试探性的 碰壁的结果是她又开始利用自己的傲慢 进行自我安慰了 若不是她的亲戚出身卑微 那我可就危险了 这一心理表明 达西实际上仍旧没有摒弃自己的傲慢 伊丽莎白家族那不够高贵的出身 仍在被她视为爱情不可逾越的障碍 达西的傲慢主要就来自于 自己那富有优越感的贵族出身 然而这时的我们却应该说 不是达西的傲慢遏制了她的爱情 而是她的爱情力量尚未达到足以冲破傲慢束缚的程度 因为随后在达西同伊丽莎白的辩论中我们发现 达西并不认为傲慢如伊丽莎白所说的那样 和虚荣属于一类的弱点 他声称 不错 虚荣的确是个弱点 可是傲慢只要你果真聪明过人 你就会傲慢的比较有分寸 达西相信 适度的傲慢绝对不会妨碍她的判断 所以她时刻凭借傲慢 控制着自己和伊丽莎白之间的距离 注意不对后者流露出过于明显的热情 以免被她掌握了主动权 我想 达西这样对待伊丽莎白的原因 还不仅限于怕她掌握了主动权 否则那便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达西 多少还是有点虚荣 实际情况倒是 达西担心自己的主动追求 会唤起伊丽莎白的虚荣之心 虽说这种担心显然是出于傲慢 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 达西傲慢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毕竟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 一旦这两个人结合 更有光彩的首先当是伊丽莎白 人们自然会联想到 这是她的成功高攀 在那个把婚姻看得比爱情更重要的社会里 不管怎么说 达西都是远远优越于伊丽莎白的婚姻人选 何况达西还并不十分了解伊丽莎白的人品 无法确定她不是一个贪慕虚荣的姑娘 加之伊丽莎白的家人 尤其是她的母亲 打一开始就给她留下了势力庸俗的印象 这就更难怪达西不愿收敛她的傲慢 在同那些较低阶层人士的交往当中 傲慢几乎成了达西痛击趋炎附势之类 实必的有力武器 但傲慢也是一把双刃剑 她在保护着达西的同时 也在招惹着人们 特别是伊丽莎白对于她的偏见 这导致她轻而易举的便相信了违汉 针对达西别有用心的造谣重伤 她甚至因此故意跟达西作对似的 喜欢上了违汉 若不是由于她缺少违汉所贪图的婚嫁财产 难保她不会将自己的一生 交付给这个徒有其表的浪荡公子 这一惊险情形不也正说明了 偏见比傲慢可有着更险恶的处境 好在伊丽莎白终归是个有主见的人 她永远不会向没有爱情的婚姻妥协 因而才没有像她的好友夏绿蒂那样 随即接受可笑的柯林斯的求婚 伊丽莎白的想法非常明确 爱情才是保证婚姻生活幸福的一个基本前提 她所要等待或寻找的 只能是那个可以使其感到两情相悦的人 从这意义上说来 谁要是想迎娶伊丽莎白的芳心 必须得先是一个看重爱情的人 那么无论是维汉或是柯林斯 都比达西距离她的这一目标更远 可达西偏偏又是一个不为她所欣赏的人 她的成见此刻又面临着错过的危险 而更为令人焦虑的是 达西因为傲慢 也一直无意去打消对方的成见 爱情明明已经搅得她有些失魂落魄 她却仍然在伊丽莎白面前 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 其实达西越是伪装 也就越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反常 倘若伊丽莎白稍稍有点自作多情 她一定已经能够看出达西对自己 有了不同寻常的意思 如果说在人多的场合 两人难免碰面 为什么在人际罕至的花园 她也会悄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而且在特意告诉她 自己喜欢一人在此散步之后 结果她还是接二连三地遇见了她 如果这不是刻意而为 那又该做怎样的解释 但是未等伊丽莎白琢磨出个究竟 偶然从达西表弟口中 获悉的又一个消息 即刻使她由于愤恨 加重了对于她的偏见 她万万没料到 达西居然也参与干涉了 宾格莱和姐姐吉英之间的 可能恋爱 将一对看上去再匹配不过的 有情人生生拆散 其原因在她看来 除了那傲慢的门第观念之外 便是源于她想把自己的妹妹 许配给宾格莱的私心 对达西无以宣泄的满腹憎恶 弄得伊丽莎白头痛欲裂 为了避免再同她碰面 伊丽莎白决定不去参加当晚 在达西姨妈家举行的那个茶会 可又让她万万没料到的是 达西竟踏着夜色 亲自赶到她所客居的 科林斯夫妇的住处问候她的身体状况来了 接下来的场面更是让伊丽莎白大吃一惊 达西竟然开始向她表白爱意 她的傲慢终于支撑到了极限 但奇怪的是 就在向伊丽莎白倾诉着中常的时候 达西实际上并没有忘记显示她的傲慢 她一面滔滔不绝地表达着自己的柔情密意 另一面又不留情面地表示着 对其卑微家庭出身的不满 达西说的自然全是实话 并且以为这样可以证明自己的求婚不是一时的冲动 可她那高高在上的傲慢 不会是她体察到她所谓的真实 对对方造成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伤害 傲慢已经在出卖达西本人了 尽管她嘴上说害怕遭到伊丽莎白的拒绝 傲慢却让她显出了志在必得的样子 达西在这个时候的傲慢 表现出的已不是自信和骨气 而是匮乏同情与善意的盲目自大了 即使是单单为了自尊 伊丽莎白也不可能接受她的爱情 爱如果不能使两个人平等 也就不能使爱者将其所爱者看得高于自己 这样的话 达西给予她的爱 岂不就成了施舍 达西着实是在试图向伊丽莎白表现出爱的诚意 但傲慢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种诚意 即便她无法做到对对方的不足视而不见 那至少也该因为爱情体谅 甚至承担起对方的不足 真实可能是冷酷的 而爱永远不会冷酷 达西此刻真该躬身自问一下 她是因为爱才冷酷起来的吗 这样的求婚 难怪伊丽莎白会把她看成是对自己的侮辱 并促使她被迫还击 揭发出她的种种恶行 面对伊丽莎白毫不犹豫的拒绝 以及她那源于误会的依依指责 达西虽然极其不快 却也得以进一步认识了伊丽莎白 也认识了她自己 她的傲慢 没能允许她马上做出解释 但她却在第二天一早 交给了伊丽莎白一封信函 那里写着她对自己种种恶行的详尽解释 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 达西向伊丽莎白初步表达诚意的努力 如果不是源于爱情 她是完全可以继续由着自己的傲慢 对她保持沉默的 她应该能够想象得到 自己的这一番真诚解释 未必就能使伊丽莎白相信 伊丽莎白当然也不那么容易相信 但她却忍不住要反复重读 玩味她信中的那些字句 这一细节 多少说明了伊丽莎白对于达西的看重 也许她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不然她何苦要如此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煞费心思 而且思来想去的结果 竟是觉得自己因为虚荣 对达西心存了偏见 甚至于最后又不单认同了她的辩解 还承认了达西对自家人的批评确实有理 倘若没有一点喜欢的因素在内 伊丽莎白怎么能这么顺畅地 就动摇了自己对于达西的偏见 总之达西的求婚 让伊丽莎白有了重新审视她的心情 也让我们恍然大悟 即便她再厌恶她 也不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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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要替心爱的伊丽莎白分担她的痛苦罢了 爱使达西学会了谦卑 也使她懂得了怎样去为爱分担对方的不足 爱从来不会由于对方的不足望而却步 它的可贵意义就在于通过承担对方的不足 使对方与自己一样强大起来 爱改变了达西 达西也借助于自我的改变成全了爱的价值 然而此刻她可以使宾格莱和吉英重归于好 自己却没有了重新追求伊丽莎白的勇气 这不是因为爱没给予她勇气 而是因为此刻她仅仅意识到了爱所给予她的谦卑 不过伊丽莎白即使不能马上明白达西的沉默不是一种傲慢 无法自意的爱情也不会再次因为偏见 令其对达西产生误解了 这应该是伊丽莎白拿出勇气的时候了 而她也的确拿出了勇气 那么他们的爱情还能不开始吗